在很多大城市,堵车几乎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,下班高峰,一公里可能要开上半小时,但你知道吗?在新加坡,20多年前就率先推出了世界首个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。 这个系统不仅帮助新加坡缓解了交通拥堵,还成为全球智慧交通的样板,被伦敦、斯德哥尔摩,甚至北京、上海所借鉴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ERP,看看它为什么被称为全球最先进的道路收费系统。 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非常有限的城市国家,道路资源稀缺,人口密度却很高,虽然政府通过拥车证制度COE来限制私家车数量,但随着经济发展,交通压力依然越来越大。 1990年代,交通拥堵一度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,于是,新加坡政府在1998年果断推出了全球首创的ERP系统,取代传统的人工收费站。 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只依靠收停车费或征收拥堵费的城市,新加坡的初衷并不是收钱,而是科学调控交通流量。 他希望通过价格信号,让驾驶者自行决定是否在高峰期进入市区,从而实现错峰出行,分流车流的目标。 这种理念在当时可谓是全球首创,为后续的智慧交通管理奠定了基础。 ERP的运行机制非常智能,每辆车都会安装一个车载单元,也就是IU-In Vehicle Unit,里面插入一张储置卡,道路上方设置的ERP天线可以自动与车载单元通信。 当车辆驶过时,系统会自动扣费,整个过程无需停车。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道路通行效率,也避免了传统收费站的排队问题。 更关键的是,新加坡,ERP采取动态定价机制,在早晚高峰时段,收费较高,在非高峰时段,费用则大幅降低,甚至免费。 不同的路段和时间都有不同的收费标准。 这意味着谁在最拥堵的时间占用道路资源,谁就要多付出成本,真正实现了用多少路,付多少钱。 这种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,让人们逐渐养成错峰出行或转成公共交通的习惯。 那么,ERP实施效果如何呢?答案是非常显著。 首先,市区的拥堵状况明显改善,高峰时段的车流量下降,更多人选择乘坐地铁,巴士或干脆错峰出行。 其次,ERP收入也被合理利用,主要用于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道路维护,而不是单纯作为财政收入。 更重要的是,ERP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,许多司机会在规划路线时主动避开收费时段,或选择费用较低的路段,甚至直接放弃开车进程。 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,比单纯的线行更灵活,更人性化。 可以说,ERP不仅缓解了堵车问题,还推动了公共交通的普及和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。 这也是它被全球公认为最先进道路收费系统的原因之一。 新加坡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成就上,而是不断升级ERP系统。 目前,政府正在推进ERP2.0,即基于卫星定位的全新一带道路收费方案,与现在依赖路边天线的系统不同。 未来的ERP将通过GPS技术,根据车辆的实时位置和行驶路线收费,这意味着收费范围将覆盖全岛,而不再局限于某些闸门位置。 更令人期待的是,新一代车载设备不只是扣费工具,还将整合导航、停车支付、实时路况信息等功能,真正成为智慧出行助手。 通过这种升级,新加坡将实现更精细的道路调控,不仅能管理拥堵,还可能进一步与环保政策挂钩。 比如根据碳排放来定价,这无疑是智慧城市交通管理的又一次跨越。 新加坡ERP的成功,也引发了全球关注。 伦敦在2003年推出的拥堵费制度,斯德哥尔摩在2007年的道路收费试点,都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。 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,也多次研究引入类似的拥堵费机制。 世界银行、联合国等机构更是将ERP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典型案例,写入报告向全球推广。 可以说,新加坡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,交通问题并非只能靠修更多的路来解决,而是要通过科学定价和智慧管理,让有限的道路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。 今天,当全球城市都面临拥堵与环保的双重挑战时,新加坡ERP模式无疑提供了最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。 新加坡的ERP系统不仅仅是一个收费工具,更是一套完整的智慧交通管理理念。 从1998年到今天,它不断优化升级,从最初的电子收费,到未来基于卫星的全导化管理,始终走在世界前沿。 它让用录者付费不再是简单的口号,而是真正落实在每一次出行选择中。 更重要的是,它让城市道路变得更高效,鼓励环保,绿色的出行方式,ERP是新加坡的智慧结晶,也是全球智慧城市的重要启示。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,更多城市会采用类似的系统,让堵车不再成为我们生活中永远的难题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请为我们点赞,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,打开小铃铛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